好,是有真本事才成为日本搞笑一姐的 而另外一位形象很好的日本女星常泽雅美 则受到了观光局的邀请 担任日本地区台湾观光的代言人 来台湾四天拍摄广告 要把台湾美美的介绍给大家 大家好,好久不见 我是常泽雅美 很高兴来到台湾,谢谢你们 身穿小碎花洋装 日本人气女星常泽雅美 来台担任观光代言人 心情非常开心 非常光树,感到很高兴 感到很高兴,谢谢 代表台湾观光局吉祥舞欧雄 更送上牛嘎糖和咸酥鸡 其实台湾对她来说并不陌生 她在2014年就曾经来台湾 住了半年拍摄偶像剧 我这样讲不好,但都听得懂 所以你们最好不要乱讲话 跟男主角蓝正龙有不少对手戏 不只学中文 还到许多地方旅游过 就是和台湾有这样的渊源 才会出任观光代言人 常泽雅美来台四天内 就有粉丝看到她 穿着灰色上衣 黑色长裙站在平溪老街 表情空灵,气质破表 神情相当投入 其他还有华山文创园区 跟南投日乐坛 和四四南村等知名景点 跟去年代言人木村拓栽的行销策略很不一样 大口吃芒果比你感受直接又强烈 牧村拓栽的广告诉求强调刺激消费 但是常泽雅美走访各地 其实是在展现在地特色 女神取代男神主要是因为想要吸引 25到35岁的日本女性族群 希望透过深入在地文化 让日本旅客更能了解台湾之美 TVB的新闻 严瑞林指会台北报导